第九一一章 最强的女人 即被天海的事情结束 对敌九来说 是可以离开了 敌九正想展开神念盾离开这里 去玄黄天外天看看 然后离开玄黄天外天 到虚势所在地 在撕裂虚空的时候 一个突兀的声音叫住了她 万毒道君 你就这样走了了是吗 偏偏这声音还极为悦耳 敌九心惊不已 除了大道渊的那个水银之外 还真的从未有人突兀出现在她身后 让她发现不了的 几乎是下意识的 敌九是先转身 这才伸展出神念 当敌九看清楚 对面站着的一名女子时 她被震撼住了 从修道至今 她见过的美女不知道多少 甚至曾经在懵懵懂懂的时候 还爱上了那个真慢 她的妻子农秀奇 也一样是一个美女 可她还真的从未见过 如眼前这样漂亮的女子 这个女子不能说美了 只能说完美无缺 就好像一生下来 就聚集了整个天地灵气一般 将宇宙间的俊秀 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 呃没鲜血 目若青红 哪怕是在带着责问的语气说话 依然无法阻拦那种扑面来的天地灵性 上次给她这种感觉的女人是墨雨轩 可是敌九感觉 如果墨雨轩和眼前这个女子站在一起 立即就会被比下去 这不仅仅是容貌 还包括了浑然一体的气质 和那一种宇宙天生的灵秀 但这还不是最让敌九震撼的 最让敌九震撼的是 这个漂亮女人脚下的兽宠 那兽宠有六尺 身上看起来带着一道又一道的道运流转 就好像宇宙中最珍贵的神铁炼制一般 特别是那一双眼睛 敌九竟感受到那眼睛看自己的目光 有一种鄙视 敌九很快就从这种震撼中清醒过来 一抱全客气地说道 敌九见过这位仙子 不知道你找万毒道君有什么事情 对方带着一种责问的语气来说话 敌九肯定这是对万毒道君有些不满了 敌九也不喜欢万毒道君的狠利 可万毒道君刚刚帮她报了仇 也是因为她 万毒道君才灭掉了极背天海 她转眼就要将万毒道君卖了 这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所以敌九没有直接说自己不是万毒道君 也没有说是万毒道君 而是询问对方是什么事情 若对方没有恶意的话 那她就明说 我记得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极背天海 我还进去过 有一群无忧无虑生活在这里的修士 他们与世无争 过自己的日子 仅此而已 我听说过你的名头 你也算是五行宇宙有名有姓的人物 为何要如此狠辣 将这一介给灭掉了 漂亮女子明显的是在 责备敌九做得太过 但她说话依然很适合序 并没有咄咄逼人 虽然没有咄咄逼人 她说话的语气 已将敌九挡成了万毒道君 没想到这个女子 还是一个正义感爆棚的修士 敌九有些头痛 只好说道 还没有请教仙子如何称呼 女子一皱眉 淡淡说道 我如何称呼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杀戮之心太过可怕 如果让你这种人 留在五行宇宙之中 恐怕对整个宇宙都是一种灾难 敌九无语地看着眼前这个女子 尽量放缓自己的语气 这位道友 你怕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事情的真相是 即被天海的被加恶毒道极致 他们不断炼化星球 甚至还圈养无数修士 提炼锁魂精精 这种修真家族 如果留在 那才是对五行宇宙的一种灾难 见眼前这个女子 对她成见很深 敌九也懒得继续称呼对方仙子了 宇宙最漂亮 又如何 能当饭吃吗 女子淡淡说道 即被天海被你灭掉了 你如何说 都是你对 不管怎样 你这种杀戮性 不适合在宇宙中流浪 你跟随我一起走吧 也许过个千万年 你的脾性会收敛一些 敌九怒极反笑 这么说 你是要帮我回去做你道旅了 虽然你长得不错 可惜我没有那个兴趣 女子半点都没有动怒 依然淡淡地说道 你错了 我没有让你做道旅的想法 只是让你回去守住我的河塘千万年 只看千万年后 你能否改一些 我偏不去 你能奈我和 敌九讥讽一句 甚至连天所有刀都懒得记出来 这个女子在她看来 绝对没有跨入第三步 既然没有跨入第三步 修为再强 也只是一个河道圆满而已 河道圆满 呵呵 她杀的不知道有多少了 那可由不得你 女子说完 抬手抓向了敌九 敌九哼了一声 不退反进 同时一拳轰了出去 拳到神通波涛怒 波涛如怒 风乱如炬 敌九出手 没有半点留守 对方至少修为上比她要强 她就是要一拳 让这个女人吃点亏 一道道拳风连绵形成 从涛到炬 轰然而下 轰轰轰 连绵不绝的神员 炸裂在虚空轰鸣 虚空的规则 变得混乱不堪 敌九预料中 波涛怒神通之下 一切都化为尘土的情景 没有出现 反而她 感觉自己的道运神通 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当中 那漩涡轻松 就吞噬了她的神通道运 随即沿着她的波涛怒反噬回来 扑扑扑 敌九张口 就是三道 血剑喷出 整个人倒飞出去 足足飞出了千丈 这才落在虚空之中 然后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个女人 她肯定这个女人 比叶子峰还要强 叶子峰应该是跨入第三步了 而这个女人 还没有跨入第三步 要知道 现在的她 可比对付叶子峰的时候 强悍了数倍都不止 可就是这样 也不是这个女人一抓之敌 敌九吸了 口气 抬手祭出天梭刀 敌九震撼 那个女人一样震撼 她脚下的六翅神兽 只是动了一下 就又出现在了敌九面前 没想到你除了用毒 还如此强悍 看样子你 机缘不小 很多人都看错了 你 你有资格知道 我的名字 我叫曹熙 女子说完 再次一张手抓向了敌九 尽管说了 敌九很厉害 她依然是没有寄出法宝 敌九天梭刀 聚集了神通道运 毫不犹豫的就是 一刀锋削刀劈了出去 刀势化为一往无前的刀墓 虚空在这一瞬间 就变得脆弱下来 咔嚓 更让敌九震撼的 是 她这一刀锋削刀 还没有轰在 曹熙的神通道运上 曹熙脚下的神兽 就是张口一咬 她的刀势彻底溃散 随即刀幕消失不见 一种碾压的气息传来 敌九疯狂后撤 刺啊 一声 敌九胸前的衣物 带着一层肌肤 进阶被曹熙神通手印卷走 可这并不是结束 那手印 依然犹如孵骨之躯一般 抓向了敌九的眉心 敌九哪里还敢有 半点怠慢 开天笔 即出 虚空之中 挥毫泼出一个巨大的戒子 咔嚓 戒子碎裂 敌九就感觉到 那手印的束缚 微微一松 这个时候 他哪里还敢继续 和这个女人打下去 敌九肯定 如果打下去 他铁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规则顿数施展出来 下一刻 敌九就从曹熙面前消失不见 第九一二章 逃也逃不掉 开天笔 好强的肉身 曹熙惊讶地说了一句后 根本就没有半点 要放过敌九的意思 脚下的神兽卷起 一道道虚空规则 破开虚空 冲向敌九消失的方向 仅仅数息时间 曹熙眼里就全是惊讶 他毫不犹豫地 收起了自己的神兽 然后自身追着敌九的 顿走轨迹 急顿 施展出规则顿数后 敌九总算是松了口气 他相信在自己的 规则顿数之下 就是第三步也追不上他 只是曹熙这个女人 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 怎么如此可怕 还有他的那个兽宠 一样的可怕 这还是他没有寄出法宝 若是对方寄出法宝来 他恐怕已经是中创了吧 或者是对方不知道 他有规则顿数 否则的话 他说不定连规则顿数 施展的机会都没有 这次一定要花时间 将自己的道完善起来 想要和曹熙这个女人打 他 就是晋级到河道圆满 也不保险 必须要融合了自己的道 等他融合了自己的道后 他跨入第三步 实力将成实质性的飞跃 那个时候 就算是曹熙这个女人 再变态 他也不拒了 不对 敌九呼的想起一件事 曹熙并没有对他施展 真正的攻击神通 仅仅是两招而已 就是这两招 让敌九感受到了 和五行宇宙完全不同的神通道运 敌九很快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曹熙和他一样 也是融合了自己大道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宇宙规则 只是他还才开始 对方已经差不多了 一旦等对方跨入第三步 那对方碾压他 就好像碾压蚂蚁一般 这女人的来历 绝对非同一般 好在他知道了 这个名字 到时候问一下那些老妖怪就知道了 仅仅是半住香时间 敌九的脸色就难看起来 自从他的规则 顿术修炼有成后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有人能在他规则顿之下跟上他的 在他神念之下 曹熙就好像坐在他所顿路上的 轨迹行走一般 无论他有多快 无论他走多远 这个女人 都是犹如复古之躯一般地跟着他 让敌九略有些安慰的事 跟上他速度的 不是那个六尺神兽 否则的话 敌九肯定他逃不掉 用神兽跟踪 表明 那个女人根本就不需要处理 他再快也逃不掉啊 敌九更是疯狂地施展规则顿术 又是数天过去 敌九发现了不对的地方 无论他有多快 那个女人始终能跟在他身后 这让敌九有些抓狂 你既然这么快 那你干脆更快一些啊 可是那个女人又无法更快一些 这让敌九怀疑 对方是按照他的速度 来调整速度的 无论对方是不是这样做的 敌九都知道绝对不能 这样下去了 这样下去 他铁定要被抓到 再次极端的时候 敌九抬手撕裂了虚空 他庆幸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闭关 融合了自己的部分天地规则 否则的话 他连虚空都撕不开 敌九撕开虚空后 顿走的速度更是迅速 但让敌九无奈的是 哪怕他撕裂了虚空 那个女人 依然是能跟得上他 打又打不过 逃又逃不远 敌九只能寄托于 不断撕开虚空 然后想要借助虚空介余的不同 逃掉对方的追踪 在虚空中逃走 敌九也算是有经验了 他不是第一次这样逃 上一次他逃走 还是借助了一个虚空漩涡 然后在那个虚空漩涡中 停留了数千年 这才逃出了对手的追杀 今天敌九不知道撕裂了多少虚空 不知道顿走了多少路程 可他偏偏一个虚空漩涡都没有看见 那个女人 看起来也不算是太难缠的样子 怎么追起人来 就好像泼妇一般 敌九只希望这个女人 追了一段时间后 觉得无聊 然后主动停下来 只要这个女人不追她了 她会逃得远远的 然后创建自己的宇宙规则 再融合了自己的规则盗运 回来看这个女人怎么找她 算账 让敌九崩溃的是 如此厉害的一个女人 就好像没有别的事情一般 无论她怎么逃 无论她撕裂多少虚空 她都会跟在身后 最初的时候 敌九还担心曹熙突然提速 然后抓到她 到了后面 敌九肯定曹熙绝对不能提速 曹熙之所以能跟上她 很有可能不是顿数比她快 而是和她的规则 顿数有关系 她的规则顿数 利用的是五行宇宙的天地规则 这个曹熙应该对五行宇宙的天地规则 了如指掌 所以她顿走的速度再快 曹熙都可以跟着她顿走的轨迹而行 就好像她顿走的慢一点 曹熙的速度也慢了一点 这完全是根据她的顿数法则而来的 若是她用神念顿数 曹熙很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利用她的顿数法则 不过敌九不敢用神念顿数 曹熙这个女人 就算是不能利用她的顿数法则 速度应该也会比她的神念顿数快 一旦曹熙的速度比她的神念顿数快 她根本就没有机会再转成规则顿数 被这个女人拦住 敌九百分之百 肯定她再也逃脱不掉 在明白了曹熙能追上她的道理后 敌九反而平静了下来 她之所以不如曹熙 就是因为她的神通法则 顿数法则都是被对方了如指掌 若是她彻底融合了自己的宇宙规则 那她的规则顿数一样会改成自己的规则 那个时候 她随时随刻都可以将曹熙丢在一边 敌九不再疯狂急顿 而是平缓地施展规则顿数 同时借助这个时间 创建自己的宇宙规则 然后反复不断地融合自己的规则 终究有一天 她的规则顿数 能彻底地抛弃五星宇宙的规则 形成完全属于她自己的规则顿数 似乎感受到敌九的速度缓和了下来 跟在敌九身后的曹熙一样的是 皱眉不已 她清楚敌九明白了 她之所以了个追上来的道理 这让她有些被动 不过就算是再被动 她也不会让敌九这样的人 在五星宇宙乱来 曾经她没有能力 那她可以陨落 只要她还活着 只要她还看见了 她就不允许这种事情继续发生 不允许敌九这种人继续为非作歹 无论是任何顿数 终究有一天会消耗殆尽 所以她也不担心自己追不上敌九 一年又一年的过去 敌九不知道撕裂了多少虚空 不知道顿走了多少路程 同样的 她也不知道创建了多少属于她自己的天地规则 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一边急顿 一边融合自己的天地规则 从急躁到平缓 再到淡定 这天 敌九依然在虚空宇宙中疯狂极顿 她已经数十年时间 神念中没有看见一个修士 身影了 对她来说 早就习惯 相反的 她对身后追杀她的那个曹熙 反而是越来越佩服 这个女人 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接连做了百多年 依然切而不舍地 坐下去 她不佩服也不行 一个敌九一直在寻找 一直都没有找到的巨大虚空漩涡 出现在敌九面前 这种虚空漩涡逃离了追杀 哪怕她肯定曹熙追不到她 她也不想被一个女人 在屁股后面跟着 第九一三章 我们不是一路人 进入虚空漩涡的时候 敌九已经打算好了 在这里面再被困数千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让敌九意外的是 她一进去 立即就感受到了一种 强烈的拉扯力量传来 随即她整个人 就好像失去了控制一般 被丢了出去 敌九第一时间 就是想要进入第九世界 不过随即她就发现 根本进不去 神念也伸展不出去 她的肉身强度 想要将她撕裂的虚空力量 还真的很少 碰 短短时间 敌九就被丢在了地上 将坚硬的地面 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这竟然类似天然传送阵一般 但敌九知道 这不是传送阵 这很有可能是未免裂缝 这种虚空漩涡形成的未免裂缝 和她之前曾经见到过的虚空漩涡 完全不同 很快敌九就发现 她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 这个地方的天地规则 是她从未见识过 也和她平常理解的 宇宙天地规则完全不同 在这里 她的神源和神念 直接被束缚住 根本就无法动弹 不仅如此 她连自己的石海和地九世界 也无法沟通 惊慌只是短暂时间 敌九就冷静了下来 她和别的修士不同 别的修士一旦遇见这种情况 恐怕只能认命 这一辈子 怕也无法离开这个地方了 敌九修炼的是规则大道 最重要的是 她的规则大道 并不是依赖于神念和石海而存在 她的规则大道 依赖于意识存在 只要她的意识还在 她就可以重新构建 适应这里的天地规则 然后重新 找回自己的神念和神源 碰 敌九刚刚整理好自己的思绪 又是一声喷响 轰在了她不远处 敌九反而停了下来 她知道 这次跌进来的人是谁 就是那个 自以为是的女人 若是说 之前大家神通道法 都在的时候 敌九忌惮对方 那现在敌九 还真的不惧这个女人 比起敌九来 曹熙的肉身 显然没有那么强悍 她挣扎着 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 浑身到处都是虚空撕裂的伤痕 好在这仅仅是一个未面裂缝 并没有空间错位和撕裂 也没有将她的衣物撕光 曹熙擦了她嘴角的血 看着站在不远处 盯着自己的敌九 你怎么不逃了 既然不逃了 那就跟我一起走吧 敌九抱着胳膊 淡淡说道 你觉得我需要逃吗 你能拔掉我的一根豪帽 还是能动我一个脚趾架 不用敌九解释 曹熙已经明白过来 她的脸色变得 有些苍白 她的神通道法 同样消失无踪 很显然的 强弱意味了 若是说 之前 敌九是她追杀的目标 那现在 她就成了敌九手中的鱼肉 曹熙的星星 显然非同一般 她很快就明白了自身的处境 语气反而转弹说道 敌九 你的资质和功法 都是非同一般 而且 你的盾术 更是我从未见过的厉害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借助了宇宙间的规则 盾走 这种盾术 就算是当年那个家伙 恐怕也不一定拥有 也许你有一些机遇 但我不得不承认 你是一个天才 敌九呵呵一笑 我知道我很优秀 不需要你来表扬我 曹熙叹息一声 若是你能走上正路 少做杀戮 将来 你未必不能看破到外之道 敌九一摆手 你不用和我说大道理 我自己得路 自己知道怎么走 不需要你来指教 我只是 警告你两件事 第一不要再自以为是 我也不是你口中的万毒盗君 不过万毒盗君是我的朋友 他灭了击贝天海 也算是帮了我的忙 所以 你要算账 找我也是没错 但在你为击贝天海算账之前 你要弄清楚 击贝天海这些年 在宇宙之中 灭掉了无数的生命星球 斩杀了无数的修士生命 你为击贝天海报仇 那就是为虎作仓 一样是一个刽子手 敌道友 渊源相报何时了 我并没有想杀你 只是要将你带走 磨去你的杀戮性而已 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牙子必报 那整个宇宙中 到处都将充满杀戮血腥 哪里会有净土 哪里会有安宁 曹熙显然不认同狄九的话 狄九哈哈一笑 我想起了我老家的一个典故 有两个人 一个叫寒山 一个叫石德 有一天 寒山问石德 如果世间有人无端地诽谤我 欺负我 侮辱我 耻笑我 轻视我 鄙视我 鄙视我 厌恶我 欺骗我 我要怎么做才好呢 曹熙有些亚裔狄九能说出如此话来 他也疑惑问道 那石德如何回答 狄九说道 石德回答 你不妨忍着他 谦让他 任由他 避开他 耐烦他 尊敬他 不要理会他 再过几年 你且看他 曹熙一拍手 石德此人有大智慧 实在值得我学习 回答得好 实在是好 狄道友 你家乡有如此高人 你也知道他的智慧 为何你是一点都没有学到 狄九冷笑道 若是我学到了 我现在已经在轮回了 不对 我不是在轮回 我连轮回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的谦让 忍耐 尊敬 是对那些值得我谦让 值得我忍耐 值得我尊敬的人 至于击背天海 我只有打他 做掉他 灭掉他 仅此而已 曹熙一皱眉 似乎被敌九的利器 激得有些不舒服 敌九却懒得继续和曹熙废话 转身就走 曹熙追杀他这么多年 他心里虽然不舒服 不过曹熙这个女人 并不是狠毒之辈 只是形式准则太过无语而已 直到敌九走出好远 曹熙才醒悟过来 赶紧追上 敌九 敌道友 你等等 还有什么事情 莫非看上我了 想要和我双七双宿 被追杀了百多年 敌九虽然不计较这个女人了 心里终究是有些不大舒服的 讥讽一句 也是在所难免 曹熙淡淡说道 若是你想要我做这些事情 那你直接杀了我 或者我自云 也可以 没兴趣 敌九转身 再次要走 曹熙在敌九背后问道 敌道友 现在你我道法 都无法施展 你显然可以轻松制住我 为何你不制住我 甚至直接杀了我 以绝后患 敌九哈哈大笑 转身对曹熙说道 那是你的行事准则 你这种高傲的 不识人兼烟火的女人 自然是当自己的力量强大了 然后以自己的力量 进化整个宇宙为己任 任何不是你对手的 你都可以碾压她 强加你的意志 我敌九也有 我敌九自己的行事准则 我打打杀杀 还不识有些力气 只是为了自己身边的人 过得更好一些 追求一些自己喜欢的 身外之物而已罢了 我现在比你强 却不一定要和你一样做事 一定要制住你 让你没有反抗的情况下 毫无理由地听从我的安排 说到这里 敌九盯着曹熙的眼睛 一句话 我们不是一路人 曹熙沉默下来 过了一会 忽然说道 你刚才不是警告我两件事吗 那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 我不大想说了 只是你现在能不能别跟着我了 敌九呵呵一笑 再次就走 曹熙好像没有听懂敌九话的意思一般 依然跟了上来 敌道友 你觉得我追杀你是错的吗 或者说 你觉得 如极背天海这种家族所在的星球 就应该灭掉 敌九有些无奈地看着曹熙 那我就再说 一个我家乡的故事给你听听吧 第九一四章 因为爱 多谢 曹熙似乎听故事上瘾了 甚至说了一句 谢谢 之前 敌九说时德对寒山的话 让他很是受触动 只是后来敌九的话 让他心里又有些不舒服 至于是哪里不舒服 他一时间也说不上来 一艘船在海里出事了 船上很多人都淹死了 船上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妻子 还抱着一个小孩 也落进了大海中 他们幸运的是 弄到了一个小小的小船 只是那小船太小 最多只能带一个人 两个人在上面 只要浪花大一点 就会被打翻 既然是大海 那自然就有浪花 眼看浪花越来越大 那妻子忽然将丈夫 推到了海里 几乎是在她丈夫 被推下去的同时 一个浪花将她丈夫卷走 这个时候 神正好经过这里 神本来想要救这一家人的 只是觉得那个妻子太恶毒 转身就走了 故事被敌九说得平淡的 不能再平淡 说完后 敌九只是平静地看着曹熙 没有了 曹熙感觉这个故事并没有说完 这才问了一句 见敌九不说话 曹熙叹了口气 那个女人的确是恶毒 可是那个孩子是无辜的 敌九鄙视地看了一眼曹熙 继续说道 好在一艘大船路过 救了她 孩子 二十多年后 妻子终于将孩子抚养长大 等孩子成家后 只剩下妻子一个人的时候 有一天 妻子忽然明白了 为什么当年 她丈夫要她推下海的原因了 是那男子 让她妻子推下海的 曹熙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随即又是皱起了眉头 如果男子希望妻子和孩子能活下来 那应该主动跳下海才是 敌九没有回答曹熙的话 自顾说道 后来很多人猜测 那个男子得了绝症 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那男子只是告诉她 妻子 如果她和孩子活下来的话 最终孩子必定待不活 因为她会因为思念 妻子酗酒 放纵自我 最后让孩子自生自灭 无依无靠 可是她又 没有勇气跳海 只希望妻子帮她一把 她妻子很爱她 但她同样很爱自己的孩子 她含着泪将她推下了海 心里虽然愧疚不已 但为了孩子 她必须要坚强地活下去 那她妻子明白了什么 曹熙问道 敌九的声音 似乎在回答曹熙 又似乎回答自己 是因为爱 她知道她妻子很爱她 怕一旦她死去后 她妻子会受不了这个打击 最终也没有能将孩子养大 她让妻子推她下海 同时又说她 没有勇气跳海 是让她妻子心里减少对她的爱 将爱转化为愧疚 人有愧疚的时候 只要有寄托 还能活下去 如果知道自己失去了爱 那就很难活得下去了 曹熙正正地看着敌九 南南说道 人有愧疚的时候 只要有寄托 还能活下去 如果知道自己失去了爱 那就很难活得下去了 两九之后 对敌九一功身 谢谢 我想我已经明白了 我确信 你真不是万毒盗君 敌九的故事中 她就是那个高高在上 却根本不了解前因和后果 就忘下结论的神 同时 她也是大海中的巨浪 万毒盗君 就是那个路过的船 救了女人和孩子 敌九相当于那个男子 救了妻子和孩子后 还被他这个神追杀了百多年 明白了 就此别过 以后别再追杀我了 说完 敌九加快速度离开 曹熙依然是加快了速度 跟着敌九 不等敌九询问 曹熙自嘲地笑了笑 和你在一起时间很短 不过 我却听到了许多 我平常从未听说过的道理 虽然简单 却很发人深思 顿了一下 曹熙才继续说道 你想知道我的故事吗 敌九还真想知道曹熙的来历 曹熙的脸色就是一变 随即在路边抓了一块尖锐的石头 在自己的脸上 横七竖八地划了几下 那一张秀丽逼人的脸 转眼就变得很是猙獰起来 直到此刻 敌九才发现 一行人走了过来 这一行人有五个 每一个家伙 都是身材高大健壮 敌九虽不算高 也有一米八五的样子 这里的家伙 身材最矮的 也是两米开外 几人拦住了敌九和曹熙两人 一通激励呱拉的话 敌九和曹熙面面相去 他们一个字都听不懂 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 抓出一根绳子 就要来捆住敌九和曹熙 让曹熙疑惑的是 敌九是半点反抗都没有 任凭他们捆住 也许是敌九和曹熙态度比较好 这几个身材高大的男子 将敌九和曹熙捆住后 并没有继续对两人动手 只是打手势比划了一下 意思是敌九和曹熙 必须跟着他们一起走 曹熙和敌九走在中间 他疑惑地看着敌九 你不是说别人打你骂你 你必须要还回去的吗 怎么一点都没有反抗 就直接被他们捆了 敌九淡淡说道 这五个人 我是可以轻松解决了 然你难道没有发现吗 他们更远处 还有数百人 一旦这里有状况 那数百人肯定会围上来 况且 就算是数百人 我们也都解决了 他们能在最快的时间 聚集更多的人来围住我们 我的确是要还回去 不过 当我注定了要吃眼前亏的时候 我难道不能养精蓄锐 等会再还回去 况且 这并不是我不还手的主要原因 我不还手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我不能还手 因为我还不知道这是哪里 一旦我动手了 那就会和这里的人成为对立 说不定连存身的地方都没有 现在被他们捆住 又有什么关系 至少他们会带我们 去他们居住的地方 让我们弄清楚 这是什么地方 哪怕敌九的道法完全不能用 这一点绳索 也无法捆住他 他随时都可以走 重要的是 他现在被捆住 一样可以不断尝试着 在这里构建自己的规则 让自己的修为尽快恢复了 曹熙说道 你是一个不同的人 和我之前见过的所有人都不同 我说了我的故事了 你也说说你的故事吧 敌九看出来了 这里的人虽身材高大 然而并没有什么神通道法在身上 充其量只是力量惊人 肉身强大而已 在这个地方 只要给他时间 他就能够恢复自己的实力 曹熙微微一笑 哪怕脸被划得争鸣 可怕 他的笑依然带着一种干净 似乎在回忆久远的事情一般 曹熙看着远处好一会才说到 在很久之前 五行宇宙是一片混沌的 后来五行宇宙开辟 开天道运 也造就了一些极致强者 其中有两人最为强大 他们的机缘也最好 那男子获得了八道鸿蒙道 则 但是那女子一样 获得了一道鸿蒙道 除此之外 开天宇宙的精华道运 那女子也获得了其中一成 借此凝聚了自己的大道 敌九惊异地看着眼前的曹熙 你说的那个女子 该不会就是你自己吧 曹熙又是叹息一声 那男子叫杜布 那女子叫曹熙 所以你猜得对了 那女子就是我 敌九肃然起敬 杜布的故事 他听得太多了 简直是如雷贯耳 不要说杜布 就是杜布的弟子杜墨 那一样 是一个厉害到极致的家伙 还有和他成为朋友的杜子痕 都是站立在宇宙巅峰的强者 他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曹熙 是和杜布齐鸣同时代的人物 第九一五章 道非道 人非人 杜布此人我知道 听说很嚣张 想要霸占整个五行宇宙 敌九说道 曹熙摇摇头 其实杜布此人嚣张 是有的 想要霸占整个五行宇宙的说法并不准确 杜布应该想要在五行宇宙称霸 成为宇宙之主 而不是想要将五行宇宙据为己有 真正有野心的是他的弟子杜墨 此人是真的想要将五行宇宙炼化据为己有 只是他的野心比他的能力要大多了 失败也是难以避免 杜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伙 敌九对杜墨很是好奇 很多事情都和这家伙有关系 曹熙说道 其实我并没有见过杜墨 杜墨称王称霸的时候 我早就允了 或者说杜墨没有成为杜布弟子的时候 我就允了 我之所以听说过杜墨的事情 是我借助鸿蒙重生后 打听杜布消息的时候得到的 你自允了 敌九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 随即就明白过来 曹熙应该是重生之躯 曹熙重生之躯都如此可怕 那杜布一旦重生 将可怕到什么程度 况且杜布肯定不会就这样死去的 敌九有些怀疑地看着曹熙 这个女人如此漂亮 又是和杜不同时代的两个佼佼者 这个女人不会和杜布是相好吧 曹熙显然不知道敌九的心思 自顾说道 当年我仅仅是得到一道鸿蒙盗则 而杜布得到了八道鸿蒙盗则 杜布心里很想让我也将这一道鸿蒙盗则给他 以便成全他的彻底对宇宙的理解 你应该给了吧 敌九知道杜布最后是有九道鸿蒙盗则的 这是他从第九盗则那里获得的信息 曹熙摇头 我得到的鸿蒙盗则自然不会给他 我准备杜布一旦抢夺 我就算是和鸿蒙盗则共灭 也不会给杜布 没想到杜布但要鸿蒙盗则 而且还要我成为他的道律 他说 宇宙中只有我才能配上他 并且给我一天时间考虑 我曹熙从未想过成为任何人的道律 但我同样清楚 我根本就不是杜布的对手 在五行宇宙中 只要杜布愿意 我无论逃到什么地方 都不会逃脱他的手心 我仅仅考虑了三夕时间 就选择了斩去鸿蒙盗则 自于 抵九忽然想起了第九道则 之前第九道则逃逸的时候 他还真以为 第九道则逃出了宇宙之主的手心 现在看来 事情并不是这样 不是杜布找不到第九道则 而是杜布自己被弟子暗算了 否则的话 第九道则逃得再远 怕也逃不过杜布的手心 曹熙继续说道 我自允的时候 很是干脆 根本就没有打算重生 生命对我来说 只要活过就好了 况且我生于五行宇宙 自允的时候 一切溃散到五行宇宙 正是从哪里来 再回归到哪里去 抵九疑惑地看着曹熙 心说 你既然很是 干脆 难道站在我面前的 不是你 曹熙看出来了 抵九的疑惑 自嘲地笑了笑 我虽然很是干脆地自语 没有半点求生意识 但我毕竟得到了一道鸿蒙道则 我的 大道也是从鸿蒙道则 和开天道运感悟而来 我在斩去这一道鸿蒙道则的时候 竟然没有彻底 只是斩去了鸿蒙道则的行 而没有斩去鸿蒙道则的神 抵九 立即就明白了曹熙话的意思 震惊地问道 难道你是借助鸿蒙道则重生的 曹熙点点头 是的 我的确是借助鸿蒙道则重生的 所以后来 杜布虽然收集全了九道鸿蒙道则 其实 他只能说是收集到了八道半鸿蒙道则 我相信 杜布后来应该会明白过来 只要他明白过来 他就可以将那半道助我重生的鸿蒙道则 剥离走 让我再也无法重生 事实是 后来杜布并没有这样做 我想 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杜布没机会这样做了 因为他已被他弟子杜墨 联合诸多强者暗算 第二杜 布也许念在 大家都是开天道运修士 聚集开天精华而生 所以放了我一次 滴九沉默不语 他还得到了另外一个传闻 当初杜墨融合鸿蒙道则的 混乱内戒被人打开后 出现了八道鸿蒙道则 这八道鸿蒙道则被八名强者抢走 既然曹熙如此说 那就说明 当初有一个强者抢夺的鸿蒙道则是不完全的 应该只能算是半道 那你是不是还需要寻找属于你的那一半 鸿蒙道则 滴九问道 曹熙点点头 我重生后 第一时间就是打听杜布的消息 只要杜布还活着 我宁可寻找一个 僻静的地方 彻底的运去了 因为杜布只要知道 我还活着 就不会给我第二次自运的机会 而我连逃的地方都没有 滴九心里暗道 这个杜布也太狂了一点 连别人自运都不给 不过如果杜布没有运落 那他是杜布的对手吗 滴九立即摇了摇头 他肯定自己现在不是杜布的对手 就算是同级别的杜布 他也打不过 你眼前的曹熙相比较就知道了 比起杜布 曹熙根本就不够看 而曹熙在河岛圆满 可以碾压他河岛初期 想到这里 滴九心情大坏 这些老家伙 一个个都出来了 他见过的就有一堆 那杜布什么时候出来 他根本就不清楚 一旦杜布出现在他面前 他怎么办 他构建了自己的宇宙规则 河岛完善后 真的可以对付杜布 曹熙没有觉察到滴九大坏的心情 毅然说道 我发现杜布陨落后 这才想着没有自语 正如你说的那样 我努力地寻找我的另外一半 鸿蒙道则 希望我能再跨入第三步后 杜布仅仅才河岛 这样的话 我还有机会 那你有下落了吗 滴九赶紧问道 他也巴不得曹熙早点完善他的鸿蒙道则 跨入第三步 这样的话 将来遇见杜布 也许曹熙还可以助权一二 曹熙摇了摇头 我肯定那一半鸿蒙道 则被人抢走了 而且隐匿在他的身上 否则的话 只要在五行宇宙 我就可以感应到 滴九叹了口气 连说话的兴趣都没有了 比起真正的威胁杜布来说 眼前捆住他的这些巨人 根本就不算是 过了好一会 滴九才悠悠说道 如果杜布重生了 恐怕你我都是他的盘中餐 这个宇宙 难道就没有人能制住他吗 曹熙沉默了一下 忽然说道 在躲避杜布的时候 我曾经遇见过一个 真正有智慧的强者 我怀疑 他和我们一样 也是吸收了开天辟地道运 凝聚宇宙精华的修饰 只是他从来都不透露他的来历 我想 如果将来还有人能对付杜布 也许只有他了 是谁 滴九脱口问道 曹熙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说道 当初我见到他的时候 被他浩瀚无边的智慧折服 而他在解答了我很多问题后 还发出了一句感慨 那一句感慨到 今天我也牢记在心 又是什么感慨 滴九感觉到杜布这个威胁后 心情大坏 耐心也少了许多 曹熙没有在意滴九的急切 自顾 说道 道非道 人 非人 连我背 多煎熬 我在重生仪式后 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第九一六章 等候成为俘虏 滴九第一次听这个话 感触道也并不是多深 只是觉得这话 有些古怪 曹熙解释道 所谓的道非道 人非人并不是蕴含着什么内涵 在其中 就是指的表面意思 那是说真正修道的人 并不是我们所明悟的道 而真正修道的人 其实并不是人 你应该知道 曾经的杜布 还有我 甚至有一些 获得开天宇宙机缘的大能修士 其实都不算是纯粹的人生 而是开天宇宙精华凝聚而来 本身就是道体 寻常的人修 岂能比得上 本来迪九对这句话 并没有特别的感觉 可是曹熙这样一解释 他反而觉得这句话有些古怪了 曹熙继续说道 连我被 多煎熬 那是说 我被人修 拼命地修炼 结果还是在那些 真正的道体修士的俯视下 在他们的掌控下 在他们的宇宙之下 因为人修 无论如何修炼 也无法超越 真正开天而来的道体 难以超越那些 本来就不是人的道修 这是对人修的一种怜悯 一种叹息 我之所以能明白这个道理 是因为我重生一次后 是以人修 生于这个宇宙之中 迪九皱眉 他隐约觉得这句话 还有别的含义 在其中 只是他修为道行 也许不够 所以没有办法 彻底理解这句话 曹道友 你觉得如果你 找到了你 确实鸿蒙的另外一半 而我也跨入了第三步 我们两个联手 对付那杜布 胜算有多少 迪九终于忍不住 问出来了 心里想的 他现在最担心的 不是别人 是那个根本就没有见过 仅仅是听说过的杜布 曹西沉默下来 过了足足半炷香时间 他才缓缓说道 没有胜算 迪九心里 有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那杜布的确厉害 难道他跨入第三步后 对付杜布 还没有胜算不成 似乎感觉到 迪九和曹西的话 实在是太多 迪九身后那名高大的壮汉 抬手就是一巴掌 拍向了迪九 迪九 哪怕修为尽失 也不是什么人 想拍就拍的 他几乎是那巨人 一巴掌拍过来的同时 他的身体就是一闪 那一巴掌拍到了一边 壮汉一巴掌 没有拍到迪九 顿时大怒 这家伙正想继续动手的时候 远处忽然传来 一阵阵激烈的厮杀声音 其中四人 立即就是冲了过去 剩下的一人一手抓起迪九 一手抓起 曹西也冲了过去 很快迪九就看清楚了前面的情景 两支军队在一个战场上 疯狂地战斗在一起 战场上到处都是血雾横飞 不断地有人被斩杀 迪九粗略看了一下 这战场上至少有数万人在大战 他心里很是鄙视这几个壮汉 几万人的战斗 你们几个人冲上去 是要找死呢 还是要找死 可惜的是迪九还没有 构建出完整的规则 无法听明白这里的话语 否则的话 他会直接要这个傻大的退后 等这一场大战过去再说 噗 一支石剑从远处射了过来 这一支石剑直接穿过了 抓住迪九和曹西那壮汉的眉心 爆出一棚血花 这壮汉扑倒在地 将迪九和曹西丢出多远 迪九赶紧挣脱了绳索 曹西不用迪九帮忙 也是在第一时间挣脱了绳索 我们赶紧走 这里人太多了 一旦被卷进去 恐怕会不大好过 迪九说到 他的肉身虽然强大 可这里人也太多了 而且他 感觉这里的家伙 似乎都是力大无穷 人多他不在意 不过处身这种混战的战场 终究不是什么安全的事情 曹西叹了一声 为什么到处都是这种事情 人都是你杀我杀你 连我被 多煎熬 这次不用迪九解释 他似乎也明白 自己迷雾的这句话 似乎还有别的意思在其中 快走吧 别在这里感叹了 就好像你这么厉害 追杀我到处乱跑 还不是要躲着肚步 看见曹西又在感叹 迪九忍不住对了一句 心说 你没有那个能力 偏偏要做超出你能力的事情 曹西听到迪九的话 脸上有些微微发红 随即说道 对不起 我的确是不应该追你的 你说的对 有些事情 不能只看到表面 迪九早已跑远 曹西跟着迪九 也是迅速的离开了战场 迪九和曹西的修为是失去了 两人毕竟是强者 而且都是肉身强悍修士 以他们的速度 很快就绕过战场 出现在两人面前的 是一个巨大的城池 与其说是城池 还不如说是石城 这个城能看见的地方 全部是石头 在这石城的最上方 还有几个巨石雕刻起来的大字 只可惜迪九一个都不认识 走吧 我们进城去 迪九 指了只远处大开的城门说道 曹西疑惑地看着迪九 刚才战斗的两支军队 有一支明显的是这个石城的 若是代表这石城的一方军队输了 我们岂不是再次被俘虏 还有一句话 他没有说 石城一方的淫望 他们还是会成为俘虏 迪九呵呵说道 被俘虏就被俘虏啊 我不在意 如果你在意的话 你可以先走 对 迪九来说 被什么人俘虏 他真的不在意 这个石城人多 人多的地方 有一些天地规则 就更是清晰 比如说文字 语言等等 只有在这种天地规则清晰的地方 他才能最快地弄清楚 这里的语言和文字 然后弄清楚 自己所在的地方在哪里 迪九坚持要进城 曹西也只好跟着迪九 进入了石城 石城城门大口 到处都是惊慌的人 这些人四处乱窜 或者聚集在一起 紧张地商量着什么 不过这些人当中 没有一个壮汉 和迪九这样的青年 几乎是看不到的 估计都在战场上 迪九和曹西的到来 也没有人在意 这里也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身材高大 迪九和曹西 不算是太突出 若是迪九懂这里的语言 他真的很想询问一下这些人 既然觉得 可能打不过对方 为什么不关闭城门 然后大家躲在城上守城呢 迪九很快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这个城与其说是城 还不如是只是一个石墙 石墙上除了几个石字之外 根本就没有什么守城的东西 这个墙 恐怕更多的是 给人心理上的安全感吧 走在人群中 迪九不断地 用意识感悟这里的天地 法则 此刻 他神念和神缘都不能用 甚至连石海都不能沟通 用意识构建自己的基础法则 也可以 实在是太慢了 既然如此 他还不如先感悟这里的基础 法则 万事都是开头难 只要他获得了一些神念 然后构建属于自己的天地法则 他就会越来越快地恢复过来 一阵阵更为尖锐的嘶叫和呐喊 传来 迪九 看见无数的人冲进了城 哪怕听不懂这些人的话 迪九也只能叹了口气说道 这个石城的兵士输掉了 对方很快就要占领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让迪九不懂的是 既然石城的军队输掉了 为什么这个石城的人不逃 而是惊慌失措地躲在一边 等候成为对方的俘虏 还有外面的人竟然也要逃进城 这有病吗 迪九可不大相信 这些人的想法 是和他一样的 仅仅一炷香不到 一群如狼似虎的高大士兵 就冲了进来 第九一七章天污界的天污河 除了几名惊慌失措 跑到石城门口的家伙 被直接杀了之外 冲进来的兵士 倒也没有大开杀减 迪九 曹熙和所有被俘虏的人 全部被赶到了一个巨大的广场上 迪九发现 战胜方第一时间 不是占领各处要爱和紧要地方 而是将他们这些俘虏团团围起 给迪九的感觉 就是俘虏 他甚至有些欣喜 因为他的意识 已经感触到了这里的语言规则 对他来说 只要触摸到语言规则 任何地方的语言都是一样的 若不是他在这个地方 神念和神缘都不能用 他只要遗落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感知到这里的语言规则 根本就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那些身材高大的战败士兵 一样被驱赶到了 敌九所在的这个俘虏圈 来了 一名身材肥胖 身上穿着不知道什么材料 制作战甲的男子 迈着大步走到了广场最上方 他的目光很是满意的 从众多人身上扫过 对他来说 这都是他的战礼品 你们很幸运 因为我大义不足 从来都不杀俘虏 肥胖的家伙扫了 一遍后 这才很是满意的说了一句 敌九可以感受到 周围很多人都是松了口气 看样子 除了这个大义不足 还有别的喜欢杀俘虏不足 肥胖家伙说了一句后 话锋一转 但是 我大义不足 也不收留废物 从到我们大义不足开始 你们将要去修建天吾河 贡献最大的一部分人 可以加入我大义不足 成为我大义不足的一员 跟着肥胖家伙说了一堆 什么修建天吾河的奖励 敌九是半点都不关心 不过他也得到了一些基础的东西 至少知道 这个地方有一个天吾河 这个天吾河 似乎每一个部族都在修建 同时 敌九也知道了 这里部族之间的战争 好像就是为了抓人口 然后去修建天吾河 他弄不明白的是 既然大家都要修建天吾河 那一起修就好了呀 何必战争呢 大义不足做事 很是干脆利落 几乎是在那肥胖家伙说完之后 立即就驱赶着所有的俘虏 离开了时辰 一路上没有人抱怨 所有的人都很是谨慎 敌九 很快就弄明白了 为什么这些俘虏都如此谨慎了 只要他们按照规矩前进 不会有什么问题 任何人敢偏离规定的路线方向 立即就会被射杀 敌九 我觉得 这似乎是一个很古老的星球 至少有一点 我肯定 这个星球不在五星宇宙之中 奇怪的是 这些人战胜了对方 却丢弃了对方的地盘 要将我们这些俘虏 全部押走是什么意思 走在敌九身边的曹熙 低声说了一句 敌九肯定地说道 自然不是五星宇宙 我现在还没有弄清楚 这是什么地方 这些人押走我们 是因为需要我们去修建天污河 对了 之前那个说话的胖子 是什么大义不足的一个首领 天污河 曹熙 喃喃自语 将这三个字重复了数遍 忽然看着敌九 眼睛都变得明亮了许多 敌九看着曹熙 说道 曹熙 你这样看我是什么意思 曹熙直呼敌九的名字 敌九自然也不客气 曹熙的声音 甚至有些颤抖 敌九 如果这个地方 真的是我猜想的所在 也许你真的可以对抗杜布 敌九依皱眉 心说 这个地方 是不是曹熙猜想的地方 和他对付杜布有什么关系 随即敌九想到了杜布 心情再次大坏 杜布的强大 一强大到他再努力 也无可奈何的地步 真不知道当年杜墨 是怎么暗算掉他的 这杜墨 也是一个天才啊 敌九 别人不知道杜布的缺点 我却知道 曹熙一句话 还没有说完 问 的一声 一条皮鞭 就从空中落下 直接打向了曹熙的眉心 敌九心里大惊 他肯定曹熙至少是圣体肉身 圣体肉身 就算是修为全部失去了 这一边 也不会让曹熙怎么样 不等这一边落在曹熙头上 敌九赶紧扑了过去 将曹熙挡在了身下 同一时间 他的意念动尖 背部的肉身强度迅速减弱 啪 血肉横飞 这一边 几乎将敌九的后背打断 他背后的骨头 已是清晰可见 咦 那一边没有打到曹熙 反而只是将敌九的骨头打出来 倒是惊疑了一声 下意识地看了看手中的皮鞭 敌九却是大声说道 我们一定努力修建天吾河 诸大义部族 万寿无疆 周围一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俘虏 赶紧跟着敌九大声叫道 我们一定努力修建天吾河 诸大义部族 万寿无疆 几名级别高一些的士兵 听到嘈杂 也走过来查看状况 那兵士一时间忘记了继续寻找敌九的麻烦 看见那兵士离开 曹熙 歉意地看了看敌九 他这才想到 敌九不但能听懂这里的话 还能说了 他心里却很是感激敌九 如果不是敌九出来 帮他挡了一下 他说不定就会暴露肉身强度 那个时候 他和敌九 肯定无法这样安安稳稳地留在俘虏之中了 一群俘虏不吃不喝的 走了一天一夜时间 这才来到一个聚集地 敌九和曹熙倒是无所谓 其余的人都是累得七到八歪 好在他们已到了目的地 大义部族提供的伙食 是每人一大碗漆黑的江湖 是什么 江湖敌九不知道 他却知道 这东西绝对不好吃 别的人都是激动不已地端起了大黑碗 每一个人都是吃得极为畅快 敌九和曹熙将吃的东西 都分给了旁边的几人 他们立即就获得了周围人的好感 若不是周围 还有兵士在守着 敌九第一要问的就是曹熙 为什么说他现在或者可以对抗渡部 第二要问的就是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 什么是天污河 为什么要修建天污河 也许是第二天要修建天污河 当天晚上 所有的俘虏都被赶到了一个大盆地中 只要被赶进这个盆地 守住盆地的出口 就可以保证 没有一个人能逃离这里 敌九倒是松了口气 只要盆地里面没有兵士守着 那他就可以问到自己所要的一切 同时敌九也能想象得到 大益部族虽然没有杀他们这群俘虏 但最后他们这群俘虏能活下来的 恐怕没有几个 晚上一群人挤在这个盆地中 仅仅是喝一碗黑壶 然后第二天还要去修什么天污河 这能活得长才是怪事 等众多俘虏全部进入盆地 看守兵士离开 敌九特意找到了之前 他给黑壶的一名老者询问道 前辈 请问一下 这是什么地方啊 那天污河又是什么地方 老者惊意不已地看着敌九 好一会才说道 这里自然是大益部族的地方 只是你怎么会不知道天污河 敌九赶紧压低声音 我和朋友从遥远的地方逃来的 我们那里没有天污河 老者皱着眉头 好一会才说道 这也不可能啊 在天污界 到处都是天污河 怎么会没有天污河呢 敌九总算是弄清楚了这个地方 是天污界 只是他对天污河更是不明白了 一条河在整个界域都有 这是什么河 第九一八章顿去的一 敌九尴尬地笑了笑 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这个老者 好在这老者也没有在意 仅仅问了一句后 天污界其实只有一条河 这条河就是天污河 任何人想要生存 就必须在天污河旁边 否则的话就必定身亡 等等 你说必须要在天污河旁边生存 为何你们生活在石城也没事呢 敌九疑惑地问道 老者听到敌九的话又是一代 随即就想起敌九之前说的话来 从未见过天污河 他也不知道 是不是有人生活在天污界 不见天污河的 但他却清楚 自己认识的人当中 没有人敢离开天污河而生存 石城就在天污河旁边啊 你怎么会看不到呢 老者皱眉 似乎在想敌九化的真假 石城旁边有天污河 敌九彻底傻眼了 他在石城旁边 除了看见荒野 就是戈壁 哪里有什么天污河 他甚至连一滴水都没有看见 一边的曹熙忽然说道 他说的是真的 天污河的确是在石城旁边 你没有看到而已 对对 听到曹熙的话 老者接连说了几个对字 敌九尴尬地对那老者说道 我有些色盲 所以看不见 你不要告诉别人啊 什么是色盲 老者完全不明白 可是他现在确信 敌九是看不到天污河后 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随即低下头 赶紧绕着敌九走远了几步 敌九也不在意 转头看着曹熙问道 你明白 曹熙点点头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 这才说道 天下大道 从无完美 就算是杜布 或者是我 甚至我说的那个道人 也都没有完美的道 杜 不如何被杜墨所害 我是不知道 但我可以猜到 杜布之所以被暗算 不是杜墨有多强 而是杜布想要追求完美 这才会着了杜墨的道 什么意思 难道追求完美 不对 敌九疑惑的问道 曹熙正色说道 你说对了 追求完美是不对的 如果你的道 过分执着于追求完美 你的道必然会破碎 会彻底溃它 无论是宇宙 还是自身 或者是大道 就没有完美的存在 所以追求完美 本身就是一个虚幻 而道是存在的 你修炼存在的道 去追求不存在的虚幻 岂能不坍塌破碎 敌九沉默下来 他想到了自己的过往 曹熙的话 就好像一面镜子 无论他修炼之前 还是修炼之后 似乎都没有完美的存在 曹熙 纳度不是如何追求完美的 敌九问道 曹熙答道 当年五行宇宙出分 九道鸿蒙道 则被他一个人获得了八道 他还不满足 还要我的这一道鸿蒙道 甚至需要我委身于他 难道这是他被杜墨暗算的原因 敌九不解 曹熙摇头 不是 他真正被杜墨暗算的原因 应该是过分追求那顿去的一 什么意思 敌九觉得曹熙的话 有些玄乎 顿去的一 曹熙探道 五行宇宙开天的时候 九道鸿蒙道 则落在五行宇宙 但五行宇宙 并不是只衍生出九道鸿蒙道则 你是说 五行宇宙衍生了第十道鸿蒙道则 敌九惊讶的 问道 没错 曹熙肯定的答道 五行宇宙 的确是衍生了第十道鸿蒙道则 但是天下大道 包括宇宙大道 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所以 第十道鸿蒙道 则在衍生的瞬间 就顿走了 是为顿去的一 顿去的一敌九听说过 没想到在曹熙这里 还有这样的解释 曹熙继续说道 杜布很有可能是知道 我身上有半道鸿蒙道则 甚至知道我会重生 所以他的主要精力 都放在了 寻找那顿走的一道 鸿蒙道则身上 对于我 呵呵 也许早就在他的算计之中 他之所以被杜墨暗算 我怀疑 他是推测到了 第十道鸿蒙道则的所在 所以兴续激动之下 这才遭到了暗算 狄九插口道 如此说来 这个杜墨更加可怕了 若事情真的如此 他必定知道 杜布在做什么 也知道 杜布什么时候最虚弱 曹熙硬道 对 杜布拿出九分心神 在浩瀚宇宙 甚至宇宙之外 寻找第十道鸿蒙道则 这不知道寻找了多少年 或者 早就耗去了他的经历 加上他刚刚发现 第十道鸿蒙道则的时候 兴续不稳下 被杜墨协同别人暗算 也不稀奇了 说到这里 曹熙吸了口气 语气更是担忧 杜布被杜墨暗算 这并不是结局 因为杜布绝对死不掉 一旦杜布重生过来 再找到那顿区的医 恐怕五星宇宙 再也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就算是众多强者联手 恐怕也是 在他的碾压之下 敌九却是一白手 曹熙 我想你多虑了 当年杜布被人暗算 他的鸿蒙道则 早就被人瓜分了 我听说杜墨 将鸿蒙道则 带到混乱内建 想要融合鸿蒙道 结果被开天府撕裂 混乱内建 鸿蒙道则万一 被八个人抢走 杜布重生后 得到了那顿区的医 也无法聚集其余的鸿蒙道则 曹熙看着敌九 语气凝重道 你不明白 鸿蒙道则最初是杜布的 他早就明误了 鸿蒙道则的开天道运 况且杜布一旦重生 他想要鸿蒙道则 甚至不需要去抢夺 就可以隔着几个宇宙召回来 对杜布来说 最重要的 不是他拿出去的那几道鸿蒙道则 而是他从未得到过的 那顿区的医道 迪九又一次沉默 他本来就知道自己和杜布相差比较远 因为他根本就不姓名 这才一直保持着斗志 可曹熙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他 若真的和曹熙所说 只要杜布重生 找到了那顿区的医 那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对付杜布啊 那你之前说 我可以对抗杜布 对杜布追求完美 迪九并不是很在意 他在意的是 如何对付杜布 曹熙说道 我不是说你可以对付杜布 而是说 你有机会对付杜布 怎么做 迪九渴望地问道 他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融合自己的规则大道了 就算是他在 构建了多少基础法则 构建了属于自己的宇宙规则 甚至构建了自己的宇宙世界 那又如何 他可以战胜整个宇宙的强者 只要出来一个杜布 就是战胜了其余的强者又如何 最后还是要死在杜布的手下 曹熙看着迪九 语气放缓 一字一句地说道 那就是先杜布一步 找到那盾区的一 将那一道宇宙道则 自己掌控了 这样的话 杜布就再也不能看透你 再也不能将你碾压 见迪九惊讶 曹熙解释道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的道 应该渐渐地超出了五行宇宙的范围 开始构建属于你自己的宇宙规则 只要你跨入第三步 你将构建属于你的宇宙世界吧 迪九点点头 他已经可以用意识构建规则 这一点曹熙都不可能想到 曹熙平静地说道 事实上 就算是你这样做了 也成功了 那也只能碾压别人 对付杜布还差得远 我都看得出来 你的大道 也是从鸿蒙道则衍生出去 然后再构建自己的大道 表面上看 你超越了五行宇宙 实际上 你还是以五行宇宙的道则为基础 那杜布自然更是看得出来 那我如何找到那顿区的一 迪九 很是干脆 他立即就知道 曹熙说的是真的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曹熙说道 迪九更是疑惑地看着曹熙 曹熙吸了口气 放缓自己的语气说道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天乌合就是顿区的一 你我修炼的 都是五行宇宙的大道道运 连那杜布也是五行宇宙道运运生 所以看不到顿区的一很正常 迪九隐约有了一些明白 曹熙 你的意思是说 我如果感悟了这个天乌界的大道道运后 我就能看见 那顿区的一 至少在大道上 不会比度不弱 曹熙肯定地点头说道 不错 不过换成大多数人 就算是找到了顿区的一 恐怕也无法撼动杜布的半根手指 感悟到了顿区的一 仅仅是有了理论上 对抗杜布的希望而已 并不代表 你就可以压制杜布了 但我相信你 你若是感悟到了顿区的一 将来必定有机会对付杜布 甚至单对单地战胜杜布 迪九队曹熙一抱拳 语气诚恳地说道 多谢曹师姐了 若不是你追杀我 将来我恐怕死在杜布手中 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今天至少我明白了 我和杜布的差距在哪里 有多大 听到迪九的话 曹熙微微一笑 你还是对我追杀你念念不忘 但你是对的 我没有那个能力 却做超出能力的事情 虽然我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杀你 不可否认 这对你是不公平的 你叫我师姐 也是应该 如我猜测的话 你也得到了一道鸿蒙道则 而且还是一道非同寻常的鸿蒙道则 鸿蒙道则还有不寻常 迪九忽然想起了第九道则的自负 似乎被杜布遗弃 心里很是不满意 曹熙点头 是的 传闻 杜布就有一道不寻常的鸿蒙道则 这一道道则是金色的 也是杜布最看重的一道道则 迪九皱眉问道 曹师姐 九道鸿蒙道则是不是八道紫色一道金色 是的 曹熙并不奇怪 迪九问这个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 杜布有一道金色道则 迪九决定不隐瞒曹熙 他诚恳地说道 曹师姐 正如你说的那样 我的确是得到了一道鸿蒙道 我得到的那一道鸿蒙道则 就是金色的 可根据我得到的消息 杜布是因为厌恶和嫌弃金色道则 垃圾 这才想要将金色道则丢进宇宙化气海 打算将其化为宇宙混沌道则气息的一部分 消散宇宙啊 怎么你说的 那金色道则非同一般了 曹熙呵呵一声 随即就觉得自己这个呵呵 好像学的是敌酒 不由摇了摇头 你觉得杜布那种人 会将一道鸿蒙道则丢进宇宙化气海化为虚无吗 不要说那一道金色道则非同一般 就算是真的垃圾 他也不会这样做 再垃圾的宇宙道则 也是开天道则 岂有垃圾之理 那杜布的意思是 敌酒也有些不解了 他相信那金色的第九道则没有瞎说 曹熙说道 杜布很清楚 金色道则是产生了灵质的 所以他打算 让金色道则融合他的慈府 杜布虽然没有打算炼化五星宇宙 却准备将五星宇宙作为他的后花园 他的野心强大到 想要将五星宇宙化气海融合到他的石海之中 金色道则一早 是他允许的 你以为杜布允许 以一道道则也可以从杜布手中逃掉 金色道则 无论逃走多少地方 经历多少 有哪些阅历 最后都化为杜布石海中的一道道运 所以 金色道则逃离的一起历练和魔力 实际上是为杜布在打基础而已 不过无论是杜布 还是金色道则都没有想到 杜布会被杜木暗算 金色道则假套成真 没有了杜布 金色道则自然真自由了 你能得到金色道则 也是天大机缘 没有金色道则的允许 我估计 你肯定是得不到的 说到这里 曹西呼的一呆 随即喃喃说道 我明白了 原来如此 狄九听到曹西的话 反而没有注意到曹西的自语和明白什么 他发现自己天真的可笑 居然认为狄道则说的是真的 如果他是宇宙道主 他会丢弃一道开天道则吗 狄九揉了揉自己的头发 他感觉被自己的蠢笨打败了 过了好一会 他呼的想起一件事 曹师姐 我有一次看见金色道则 被五行锁道则锁住了 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那个时候 我还才是一个仙君 我打破了五行锁道则 就出了第九道 用五行锁道则锁住金色道则 曹西皱眉又是自语了一句 随即说道 若是我没猜错的话 有这种实力的人 恐怕只有杜布的几个弟子 你若是获得了五行锁道则中的东西 将来倒是要小心了 那五行锁道则 必定缺少一行质宝镇压振兴 否则以你仙君的实力 根本就打不破 说到这里 曹西自己疑惑不解了 还是不对啊 如果没有真正的质宝压振兴 五行锁道则 应该布置不起来才是 除非有人中途 拿走了一样 想到这里 曹西还是想不明白 既然有人拿走了五行锁道则的 一个一行压制振兴 为何不抢走金色道则和其余的东西 曹西并没有多想下去 第九 你机缘非同一般 获得了金色道则 这一道道则被杜布流放 所以 这也是你的底气之一 难怪你能这么快 用意识明误 这里的语言规则 若是你再能获得顿趣的一 曹西自己说着 都激动起来 之前他说 敌九明误 获得顿趣的一 有机会打败杜布 很大的安慰成分在其中 现在他是真的有些相信了 敌九吸了口气 一字一句地说道 无论如何 我也不会让杜布随意的鱼肉 我敌九 就算是我没有得到顿趣的一 将来的事情 谁能说得清楚 他感悟了属于自己的规则大道 用意识明误勾 通天地规则 就这一点 曹西就做不到 杜布比曹西厉害很多倍 但也不能代表 杜布能做到他这样 对 一个强者 必须要有强者的心态 否则的话 机缘再多 也是枉然 曹西 很是赞赏敌九的心态 敌九说道 曹师姐 你说的 应该是真的 五行宇宙开辟后 或者真的有十道鸿蒙道 我得到其中金色道 其余八道紫色道 则在混乱 内界被人平分 如果加上这顿去的一 岂不是正好十道 曹西摇了摇头 敌九 你这样想就错了 当初混乱内界被打开后的道 则不是八道 而是七道半 可是我听来的传闻 都是八道啊 敌九疑惑地问道 曹西微微一笑 你听来的传闻 也不是真传闻 真的传闻 应该是九道才是 不等敌九询问 曹西就主动解释道 看见九道 是因为其中八道鸿蒙道 则是五行宇宙 开辟就有的 第九道鸿蒙道 则却是假的 而是杜末融合的自身道 杜末野心比杜布还大 想要将开天宇宙 八道鸿蒙道 则融而为一 化为他自身道 表面看起来一样 是因为杜末 还没有真的融合这八道鸿蒙道 所以这一道鸿蒙道 是没有人能够抢走的 至于我说七道半 因为还有半道 只有行没有了神 那就是 你身上的一道 敌九明白过来 对 曹西点点头 第九二零章天巫和决堤 敌九没有再问 他开始感悟 这里的天地规则 按照曹西的猜测 杜布随时都会来这里 拿走顿去的一 他必须要在杜布来这里之前 将这顿去的一道鸿蒙道则拿走 曹西看见敌九开始感悟天地规则 叹了口气 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已经隐约猜到了 杜布的所在地 甚至有一种感觉 杜布随时都可能出现在天巫界 比起敌九 杜布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换句话说 如果不是敌九和他误打误撞 来到了这个地方 敌九机缘再好十倍 将来也是被杜布练化的存在 想到这里 曹西微微一正 能来到这里不就是机缘吗 杜布当初能获得八道鸿蒙道则 一样是机缘啊 远处嘈杂的声音传来 敌九睁开了眼睛 曹西轻声说道 敌九 你的意识可以沟通这里的语言规则吧 你沟通我的意识 让我明误这里的语言规则 我虽然也能勉强猜到一些话 还不是特别清楚 敌九根本就没有想 意识直接沟通到了曹西的意识 一夜感悟 他又是明误了天物界更多的基础法则 再有几天 他将形成自己的神念 只要神念形成 他的修为将迅速地恢复过来 当敌九的意识和曹西的意识 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敌九才知道 这有多么鲁莽 曹西几乎是赤裸裸地出现在他的意识之中 甚至他都可以看见 曹西小复处的半月印记 敌九尴尬的同时 也是震惊曹西完美的身躯 曹西说 天下没有完美的东西 但他的身躯 难道不算是完美吗 曹西脸一红 他同样知道自己有些鲁莽了 意识沟通和神念沟通完全不同 他现在修为全师 一切都体现在意识上 好在敌九很快就明误过来 将自己的预感规则 感悟送过去 随即收回了意识 谢谢了 曹西心里叹了口气 感谢了敌九一句 这是第一次 有一个异性 看见了他的一切 敌九一白手 曹师姐 我们在这里一起落难 自然是应该互帮互助 但是不叫落难 这是一种魔力 其实比起杜布莱 你的魔力相对来说还不够 甚至比起我 你也不够 敌九点点头 没等他说话 远处就传来怒吼声音 跟随着皮鞭 已经落了下来 无数的俘虏被赶起来 走出盆地 敌九和曹西 跟着众多的俘虏一起 有些疑惑地说道 难道不吃早饭 就要去修天乌河吗 很快 敌九的猜测 就变成了现实 在一群群大意不足的兵士监视下 众多的俘虏 开始挖土 台石 敌九和曹西两人 都看不到天乌河的所在 只能跟在别人后面 别人挖土 他也挖土 别人台石 他也台石 尽管这里的人 每一个都力大无穷 可在大意不足的监视下 这些奴隶的任务 都是太过繁重了 不断有人被压趴下 然后碾压身亡 也不断有人累倒了 直接被丢进土坑埋起来 周围的人 无论是被驱赶的俘虏 还是大意不足的兵士 似乎对这一切都觉得很正常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抗说话 一天时间不吃东西 除了敌九和曹西两人 死去的俘虏越来越多 敌九知道他管不了这么多 他只能一边跟着众人的脚步做事 一边猜测着天乌河的大致方位 也许是感受到了绝望 累了一天的俘虏们 再喝了一碗黑糊后 全开始寻找女人 一些强壮的俘虏 将一些女子扑倒 疯狂折磨 这个时候 没有了秩序 没有了道德 有的只有绝望 只要是没有保护的女子 这一刻都是任人鱼肉 几名强壮的男子盯上了曹西 不过被敌九一拳一个轰飞后 就再也没有人赶过来 接下来的几天 敌九只是不断见到俘虏死去 他自己甚至都麻木了 唯一让他欣喜的就是 最多只要几天时间 他就可以衍生出第一道神念 这天 敌九依然和曹西一起 跟着众多俘虏一起 搬运大石 挑蛙土方 忽然间 前方传来一阵阵轰鸣 随即敌九 就听到了一阵阵凄厉的叫喊 敌九抬起头来的时候 顿时惊呆了 巨大的洪流浪涛 就好像从天上倾倒下来的一般 冲了过来 无数的俘虏被洪涛卷走 天巫河决堤了 敌九总算是听到了呐喊 哭叫的声音 这个时候 无论是俘虏 还是堪压俘虏的大意不足的兵士 都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被这洪涛卷走 然后消失不见 敌九也没有想到 他看不到天巫河 却可以看见天巫河的河水 半点没有要躲避的意思 敌九却没有办法不躲避 他一把拉起 曹熙 跟着众多逃避洪流的人 冲向旁边的高地 无论如何 敌九好歹也是一个 超越圣体的肉身修士 哪怕修为全尸 这个时候 速度依然是无人能及 当巨涛洪浪 从他之前站立的地方 席卷过的时候 他已经带着曹熙 冲到了更高的地方 脚下咆哮的巨浪席卷而过 无数人被卷走 之前 满是搬运石块和泥土 修天乌河的人 此刻早已消失的 无影无踪 曹熙沉默不语 无数无辜的人 在他的眼前消失 可是他半点忙也帮不到 他唯一能做的 仅仅是看着而已 敌九却闭上眼睛 感悟着河水的规则气息 他心里有一种心细 这河水的规则 居然和他在五行宇宙中 感悟到的水属性规则 完全不同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敌九睁开眼睛的时候 他看见天乌河的河水 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不见了 一名身材高大的 我们不够虔诚 这是我们的错误 我们不应该忘记 给天乌河血济 敌九听到这里 就有些皱眉 他感觉到 这家伙似乎要干什么 天怒人怨的事情 曹熙作为修为 比敌九还要强悍的强者 自然也是感觉到了 他叹息一声 转头看着敌九说道 敌九 若是有一天 你能炼化天乌河 记得一定要给天乌界 建立完整的天地规则 否则的话 天乌界将彻底消失在宇宙之间 见敌九不解地看着自己 一样是因为天乌河 在天乌界应该是没有水的 除了天乌河 所以他们生存的水 是来自天乌河 这天乌河同样也是 要他们命的水 敌九下意识地看了看天空 心说难道没有雨 曹熙明白敌九的意思 继续说道 这里不可能下雨 你甚至看不到一片绿色 这里因为天乌河艰难地活着 也因为天乌河而死去 那身材高大的大义 部族首领再次说道 现在以朋友 或者是家为一体的 必须站出来一个人 自愿血迹天乌河 只有一个人的 那就必须自己站出来 血迹天乌河 活着的人 立即就惊慌起来 骚动再也难以避免 几名想要冲走的人 立即就被石剑射杀 敌九看着曹熙说道 等会我们两个血迹 我去就可以了 曹熙摇了摇头 不 我去吧 你不要以为 这血迹还可以活下来 不要说你修围经师 就算你现在跨入了第三步 你去血迹天乌河 也是必死无疑